盲眼龙婆万家的预言一直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这位神秘主义者在生前留下的种种预言 因其惊人的准确性而备受瞩目 尽管万家已于1996年去世 但关于他对2024年的末日警告却预言欲裂 让人不寒而栗 为什么万家对预言如此令人恐惧 他的预言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旋迹 2024年剩余的时间里 世界会走向何方 让我们一同揭开万家预言背后的神秘面纱 深入探究这些预言可能对我们生活带来的深远影响 万家圆明Fentia Pandava Devoza 1911年1月31日 出生于奥斯曼帝国的斯特鲁玛寺 即现在的保加利亚 他出生贫寒 从小生活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在被称为巴尔干的诺查丹玛斯之前 万家在保加利亚的佩特里骑士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渡过了他的童年 万家的童年并不平顺 作为家中的一员 他从小就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 然而他成长在一个充满传统和神秘色彩的环境中 当地人世代相传的神秘故事 深深影响了年幼的万家 为他日后展现出超自然能力 埋下了伏笔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彻底改变了万家的人生轨迹 12岁那年 一场猛烈的龙卷风席卷了他的村庄 小小的万家被卷入风暴中 重重地摔在地上 虽然捡回了一条命 但他的眼睛却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尽管医生竭尽全力 万家最终还是失去了视力 据说那场龙卷风裹挟着万家 万家在空中翻滚了许久 最终将他重重地摔在一块巨石上 当人们找到他时 他的眼睛已经被沙土和碎石填满 失明后 万家常常梦见奇异的景象 这些景象往往预示着未来的世界 村民们相信 万家在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那一刻 获得了与另一个世界沟通的能力 似乎开启了万家另一项感知的大门 他的其他感官变得异常敏锐 开始感知到一些普通人察觉不到的书 很快村里的人就发现 他能预测一些小尸 比如走尸的动物 或预知一些小病 这些超乎寻常的能力 让他逐渐声名远扬 被当地人视为具有神秘力量的人 随着能力的增强 万家的预知范围也越来越广 甚至能预见未来 而他对2024年的预言 更是充满了末日色彩 让人不寒暗里 想要深入了解这些预言 就不得不探究万家那段传奇的一生 佩特里奇这个位于保加利亚的小镇 见证了万家从一个普通羽孩 成长为世界级预言家的全过程 随着名声的雀起 前来寻求帮助的人络绎不绝 万家的小屋成了一个特殊的避难所 人们在这里寻求他的指引和治愈 尽管双目失明万家 却对草药有着独特的感知 他亲自配置草药疗法 简单却效果显著 访客们惊讶地发现 万家只需触摸他们的手 就能洞悉他们的内心世界 准确说出他们的困扰 不仅如此 他还能以惊人的准确度预测未来 并给出相应的建议 如草药治疗 祈祷 忏悔等 随着名声的远播 万家的小屋成为一个特殊的胜地 不仅当地村民甚至远道而来的政客 名人都希望能得到他的指点 万家的预言屡屡应验 媒体争相报道 他的名声迅速传遍全球 根据对万家预言的解读 2024年全球将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的预言 他曾多次警告地球环境的恶化 以及人类活动对地球带来的巨大影响 而2024年这些问题似乎将达到一个临界点 万家预言的2024年将发生严重的极端天气事件 可能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气候灾难 同时 他还提到了一场大地震 这既可以指代真实的自然灾害 也可以象征着全球政治格局的剧烈动荡 这场地震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各国之间的互动和治理方式 或将迎来重大的调整 万家的预言总是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他的表述往隐晦而充满象征意义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的预言在过去多次得到了验证 这也使得人们对他的2024年预言充满了好奇和担忧 面对万家的预言人们难免产生怀疑 他的预言究竟有多准确 为了探寻答案 人们开始回溯他过去的预言 希望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万家的预言一直备受关注 这与其过往的神迹密不可分 支持者们列举出 他曾准确预言诸多重大事件的事实 如苏联解体、九一事件等 以此证明他的预言能力 然而反对者则认为 他的预言过于模糊 常常可以有多种解读 学者们对万家的预言进行了深入研究 发现他的预言准确率存在争议 一方面他确实预言到了一些重大事件 但另一方面也存在许多 模棱两可未曾实现的预言 那么为什么人们对万家的预言 如此着迷呢 或许是因为人类天生对未知充满好奇 而万家的预言恰好满足了 人们对未来的一种窥探欲 仔细分析他的预言 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他对大规模灾难或重大政治变革的预测 往往更为准确 这些事件通常具有全球性的影响 在历史的长河中 足以留下深刻的印记 例如他曾经预言了 KK这个词语 与一场水灾和悲剧有关 后来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 在一次事故中沉没 这似乎与万家的预言不谋而合 万家在1980年就曾预言 一个名为KK的城市 将会遭遇一场巨大的水灾 引发全球关注 虽然KK并非一个城市名称 但库尔斯克的首字母缩写 恰好是KK 且潜艇在水中遇难与水灾的概念 也有一定的关联 2000年8月 万家的预言 以一种令人痛心的方式成为了现实 一艘载有188名船员的核潜艇 在附近海域发生事故 沉没海底 这场悲剧 印证了万家关于KK与水灾 和悲剧关联的预言 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 更令人震惊的是万家 对911事件的预言 早在1989年 他就曾预言 美国兄弟会将面临一场巨大的灾难 他描述了钢鸟袭击 狼群嚎叫等恐怖场景 这些描述 与后来的911事件 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万家似乎提前预见到了 这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 万家的预言中 充满了隐晦的象征 他曾预言一群狂热的追随者 会劫持象征着PS的物体 引发全球危机 他提到的不识一词 很可能指当时的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 随后发生了911事件 自乎印证了他的预言 恐怖分子劫持了 飞机对美国发动的袭击 万家还预言了 狼群和无辜者鲜血等恐怖场景 这些都与911事件的 惨烈景象相呼应 911事件后 万家的预言 再次引发了广泛关注 许多人认为 他提前预知了这场灾难 万家的预言之所以广受关注 不仅在于其大胆的预言内容 更加于他对未来趋势的敏锐洞察 他的预言涉及范围广泛 从政治经济到科技 几乎涵盖了 人类社会发展的各方面 在万家的众多预言中 有一条格外引人注目 那就是他对网络安全的预见 早在互联网刚刚起步的年代 万家就预言了网络黑客 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 会愈演愈烈 并对全球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他特别提到 电网和水处理设施等关键系统 将成为黑客攻击的目标 令人惊叹的是 万家在1996年去世前 9年就做出了如此准确的预测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 网络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黑客攻击事件层出不穷 验证了万家预言的准确性 近期ETL提报出的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 再次敲响了网络安全的警钟 此次事件中包括数百万用户的 社会安全号码和密码等敏感信息 在暗网上被发现 这并不是个例 近年来 苹果、MetaX等科技巨头 也相继遭遇了严重的网络安全攻击 这些事件的发生 与万家早年对网络威胁的预言不谋而合 他在几十年前就曾预见到 随着科技的进步 网络攻击将成为一种普遍威胁 并对全球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他特别强调了关键基础设施 如电网和水处理设施 将成为黑客攻击的主要目标 如今他的预言正逐渐成为现实 网络攻击不仅威胁着个人隐私 更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甚至危及国家安全 万家的神秘之处 不仅在于他对未来的预言 更在于他对个人命运的精准预判 他曾准确预测了自己的趋势日期 在政治领域 他曾预言美国第44任总统 将是黑人 这一预言在奥巴马当选后被证实 更令人惊讶的是 他还暗示奥巴马可能是美国最后一位总统 有人声称他曾预言特朗普的上台 并警告其执政将加剧美国国内的分裂 尽管这些说法缺乏确凿的证据 但他们无以为万家的神秘形象 增添了抹色彩 此外万家还曾做出一些 看似匪夷所思的预言 例如他曾预言一位总理 将因一场火灾而身亡 并详细描述了这位总理 穿着橙色连衣裙的场景 令人震惊的是 这一预言在几年后竟然成真 这些看似荒诞的预言 却在多年后一一得到验证 不得不让人感叹万家的预言能力 以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为例 万家曾预言 这位女政治家会身着橙色衣物 在烟火中死去 令人震惊的是 英迪拉·甘地在精妙事件后不久 就被自己的西克教保镖刺杀 身穿的藏红花纱 利于万家的预言不谋而合 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 印度国内局势动荡 精妙事件更是将矛盾推向了高潮 万家的预言 似乎提前预示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他的预言不仅准确地预测了 英迪拉·甘地的死亡方式 还暗示了印度复杂的宗教和政治局势 万家的预言范围广泛 从个人的命运到世界末日无所不包 他对世界末日的预言有其引人注目 这些预言通常伴随着灾难 战争和气候变化等主题 充满了漠视色彩 他曾多次预言自然灾害 如海啸地震和超强飓风等 并生动地描绘了这些灾难 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破坏 除了自然灾害 万家还遇见了人为灾难如何 事故和环境污染等 并警告这些事件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灾难 他强调了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 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 最近纽约市附近发生的地震 让人们再次将目光聚焦于万家的预言 他曾预言美国会发生一场 足以改变密西西皮河道的大地震 虽然4月5日的新泽西州地震 没有达到预言的规模 随着2024年过半 万家的预言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 人们不禁要问 是否会有一场大地震如期而至 重塑美国的地貌 除了地震 万家还曾预言一场 西卷亚洲的巨型海啸 日本近期发生了7.6级地震 让这一预言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人们担心就是否预示着 更严重的灾难即将发生 万家的预言总是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 其中最令人担忧的 莫过于他对核灾难的预警 他曾多次暗示 一场大规模的核事故 将给世界带来深远的灾难 不仅会对环境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还会引发国际关系的紧张 甚至导致全球格局的重塑 有人认为万家的预言 具有惊人的准确性 过去的种种事件似乎都印证了这一点 但也有批评者指出 他的预言往往模糊不清 容易产生多种解读 此外预言者的观点 也会受到其所处时代和文化背景的影响 因此我们不能盲目地相信所有预言 一个关键点是 万家的预言可能包含着象征和隐喻的含义 很多时候预言并不直接指代具体的事件 而是通过象征性的语言表达 深层的含义 如果我们仅从字面上理解他的预言 很可能会误解其真正的意图 他曾预言过许多国家的 新衰新兴超级大国的崛起 以及全球外交格局的重大转变 在他的预言中 经常出现对特定国家和领导人 通过对万家预言的深入解读 我们可以发现他强调了一个永恒的真理 任何帝国的统治都不会永远持续 全球秩序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他的预言提醒我们 世界是一个充满变数的舞台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永远主宰 巴巴万家对2024年的预言 描绘了一幅全球动荡不安的画面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他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命运的预测 普京可能遭同胞暗杀这一事件 或将在英杰两国持续动荡的背景下发生 他认为普京的离世 将进一步加剧全球的不稳定 此外万家还预言欧洲地区 将面临严峻的恐怖主义威胁 恐怖袭击事件将大幅增加 更令人担忧的是 他暗示某个大国可能进行生物武器试验 或发动生物袭击 万家的这些严峻预言 恰逢全球局势动荡不安之际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等地缘政治热点事件 使得历史上的领土争端再度浮出水面 崛起的大国不断变化的联盟 以及历史遗留问题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当今世界复杂的局势 这种复杂性与万家所预见的全球动荡相呼应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对政治和军事局势的预测 万家也对人类的健康和医学发展提出了展望 虽然这些预言相对较少被提及 他曾预言人类将能够治愈一些 目前无法治愈的疾病 如阿尔兹海默病和癌症 并实现人类寿命的延长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遥远 但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的医学研究 尤其是近年来在癌症治疗领域的突破 让人们对这些预言充满了期待 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宣布的 癌症疫苗研发进展 似乎印证了万家的部分预言 虽然目前还没有关于该疫苗 具体针对哪种癌症的详细信息 最近的事态发展 让人们对抗击这一可怕疾病充满了希望 肺癌疫苗的研发取得了显著进展 英国给予了大力支持 拨款用于为期两年的密集实验室研究 以及3000剂基于DNA的肺癌疫苗的初步生产 有副盛名的牛津大学 在其最新新闻稿中重点介绍了这一重大举措 这一进展的意义不容小觑 它为全球癌症患者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随着我们进入2024年 人们充满期待医学奇迹 可能即将实现将希望 转化为数百万癌症患者的治愈 万家的预言中也暗含着 对人类健康的担忧 他曾警告 未来可能会出现新的未知的疾病或流行病 令人不寒而栗的是 万家对2024年的预言似乎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研究发现全球范围内的热浪频次显著增加 且持续时间延长 与1979年至1983年相比 2016年至2020年期间 全球热浪的发生频率增加了67% 持续时间平均延长了4天 这些数据有力地表明 极端高温天气事件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和持久 这与万家的预言高度吻合 也进一步印证了气候变化的加剧 世界七项组织的预测令人震惊 2024年极有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与此同时 神秘学家万家曾预言地球轨道将发生变化 这可能引发一系列全球性的自然灾害 万家的预言不仅止步于2024年 他还对人类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更深远的看法 他曾预言全球秩序将发生重大转变 科技将以超出我们想象的速度发展 万家的预言涵盖了从近期到遥远未来的广阔时间跨度 其内容既有令人震惊的社会变革 也有对科技发展和人类命运的展望 他预测2043年 欧洲将由伊斯兰势力领导 2076年共产主义将再度兴起 同时他还乐观地认为 2025年至2028年间 全球机肉问题将得到解决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更令人惊叹的是 万家对未来的科技发展提出了大胆的预想 他认为人类将在2304年实现时间旅行 但同时也将面临人为造成的自然灾害 更遥远的未来 万家的预言则充满了科幻色彩 人类将实现永生与外星人建立联系 甚至与上帝沟通 最终在579年后 世界将迎来终结 世界上帝沟通